主治茅斯條約的簽訂 整個中國東北就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首先第一個 東花江流域以南 基本上就滑跪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安州拓殖運動 就在這時候開始 第二日俄兩國等於是平分苦業島 第三俄國承認朝鮮是日本的勢力範圍 那日本也承諾 基本上對俄國 對北滿以及蒙古地區擁有特殊權 簡單說就雙方的分贓都得到滿足了 在日俄戰爭結束之後 最後還有很重要一點是 也有大量關內的移民 開始向中國東北湧入 所以中國東北在往後的30年 成為中國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 另外當時歐洲列強的眼光 又重新回到了歐洲大陸上 也讓東亞得到了暫時的移民的時間 走到這一步 戰爭就很難繼續避免了 整個世界局勢就已經完全連動起來 所以中國始終跟世界是離不開了 即便在中國最衰弱的時候 它依然是世界的核心 歡迎收看今天的護來座堂 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李一修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聊我們的歷史講堂 師土師民系列我們已經進行到清末了 上一講我們講到一場非常荒唐的戰爭 在別人家的土地上打的真的是血腥又慘烈 就是所謂的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的過程呢 我想上一講我們就講得非常清楚了 是有非常多在歷史上的第一次 包括像馬克欣機箱等等 然而呢這個戰爭打完啊 接下來中國的東北地區呢 竟然進入了一片相對平緩的時期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又因為這個樣子讓整個清朝的最後的時段呢 有一絲的喘息空間 也就是外力呢在中國啊 這一種啊 咄咄逼人的態勢呢 稍得何緩 反而呢是這些列強 回頭啊自家開始幹起來了 那到底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到了這個1907年 整個國際局勢又如何 空起雲湧的變化 造就了一個不一樣的清末的一個態勢 我想過往很少人從這整個大格局來探討 那我們今天呢 就從這一點切入 我們來探看日俄之後啊 就一定有發生什麼事了 那當然講到歷史啊 我們來歡迎呢 王立文老師 學長好 誒 主持人好 還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 學長我們今天呢 繼續把日俄戰爭 到了1905年已經打完了 那原本啊 這樣的一個劍拔奴障的態勢 似乎有得到了一個和緩了 上次我們談到 英日同盟 英美清善 日美也清善 所以你的日俄就幹起來了 可是為什麼1907年之後一段時間 似乎東亞地區啊 相對是比較平靜 讓清朝啊 還有最後的時光可以獲獲 這個就很有趣了 因為這代表一件是中國的歷史 尤其近代史啊 跟世界史開始 充分聯動啊 就從這之後開始 簡單說從1901年根子事變結束之後啊 一直到1907年這6年 其實整個東亞地區的核心焦點問題 就是在一個東北問 或者當時叫滿洲問題啊 剛剛學弟說到1907年之後 這段時間整個東亞反而就相對比較和緩下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日俄 這兩個在東亞禁足的強國 他們的分贓已經獲得了完成 然後他們要消化他們各自的成果 當然還有 我們剛剛講歐洲局勢變換的原因 都讓這段時間 整個東亞的局勢 反而在這之後就稍微比較緩和下來 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就是普茲茅斯條約的簽訂 普茲茲斯條約其實有三點非常奇特的地方 第一點就是普茲茲斯條約是日本跟俄國簽約 但表面上是日本跟俄國 但其實 隱然是四個國家在這個條約上面 繳築 除了兩個簽約國之外 另外就是英國跟美國 尤其是英國 對英國來講 等於是英日同盟之後的一次豐收 他們扶植日本 美國也一樣 他也扶植日本 扶植了這個帶領人 等於是給了俄國一次重擊 讓俄國在東亞地區等於是一個總會卻 讓出了半個滿洲 可以這樣講 所以等於說這張圖的關係 經過了這個戰爭之後得到了確認 對完全確認 等於是日本打贏了代理人戰爭 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這樣講 然後當然日本本身收穫也很豐碩 這是第一個奇特的地方 第二個奇特的地方是 這個條約的內容裡面 基本上都在處理中國的領土跟主權的問題 可是中國完全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條約的討論跟簽字 不過後來日本跟中國又補簽了一個條約 要當時的滿清政府 去承認普知茅斯條約裡面所有的條件 這也成了後來 近代史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就是中國變成列強在談判桌上的魚肉 對不對 那中國人大部分沒有什麼資格參加 一直到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亞爾達密約 都還是這個樣子 這個其實值得我們今天去深思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三個是這個條約結束之後 整個中國東北就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中國東北開始有了非常快速的成長 然後也開始有了很多的改變 我們先講普知茅斯條約 日俄戰爭日本獲得了大獲全勝 那對俄國來講 其實這個仗也沒有什麼好打 我們在上一講有講過 就在美國的斡旋之下 就在我開始普知茅斯這個地方進行談判 俄國的代表就是大名鼎鼎的 維德伯爵對不對 這是沙俄帝國 晚期最後的支柱 沙俄棟梁 有人說他叫俄羅斯李鴻帳 是的 專門出來搜貴族稿出來的爛攤 但其實維德這時候我告訴各位 他這時候已經差不多要進入晚年 雖然他年齡還不算太大 但是他身體不太好 而且他因為在國內推動很多改革 簡單說就是他跟當時俄國的當權派的狀況 已經不好了 視同水穩 對因為他推動很多改革都沒有辦法落實 而且他已經遇見到俄羅斯帝國的狀況 已經不妙了 那日本方面就是由 當時日本這個文官派很重要 一個後期之秀 就是我們這個小村壽太郎 當時擔任日本的外相 外務大臣來到美國普知茅斯談判了 這個談判 雖然說談了差不多三個月 但實際上談判的過程 雙方雖然也有一些姿態 但大致上來講還算順利 簡單說戰爭已經結束了 雙方就在談判桌上 把中國東北該有的權利義務 把他劃分一下 這裡面我跟各位提醒 就凸顯一個人的智慧 誰呢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就認為日本要建好就收 到此為止 各位請記住這四個字 關鍵字建好就收 以後日本人再也沒有這種智慧了 就搞到自己收拾不了為止 所以伊藤博文就認為說建好就收 然後日本應該滿足於現有的權利 就在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指導之下 就簽了這個不知茅斯條約 不知茅斯條約 這個內容其實相當多 證文15條 副文2條 然後每一條的內容都相當多 其實基本上簡單講就是三大項 首先第一個就是關於中國東北的處理 基本上從哈爾濱以南 或者我們可以說一個天然分界 差不多就是在今天的 中華江流域以南 基本上就化歸為日本的實力範圍 日本在這裡擁有路況權 修鐵路採礦 另外各位日本家的移民 他可以在鐵路兩色移民 所謂的滿洲拓殖運動 你們中國人聽到會很刺耳對不對 就在這時候日本人開始大量向東北移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關於什麼 關於化泰島的處理 化泰島就是我們今天有說的庫葉島對不對 後來日俄兩國等於是平分庫葉島 後來這個國界維持了很久 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 第三個就是關於朝鮮問題 俄國承認朝鮮是日本的勢力範圍 就是日本可以處置朝鮮 那日本也承諾基本上對俄國 對北滿以及蒙古地區擁有特殊權 簡單講就是這樣 簡單說就雙方的分贓都得到滿足了 俄國起碼沒有滿盤皆輸對不對 還保住了半個滿洲 其實對俄國來講 想把勢力完全延伸到南滿 其實也是不切實際的 所以簡單講這個條約可以說四個字 就皆大關係 只有中國苦苦 但是就是在依身中國的權益嘛 簡單講就這樣很悲哀的事情 然後這條約在1905年的9月5號簽訂 簽訂之後 日本立刻就把這個條約 拿給了當時滿清政府的外務部 當時滿清政府已經有外務部 當時外務上書 就是大名鼎鼎的徐鴻基對不對 你前面有講過最後的清流黨人 後來滿清政府就在日本的要求之下 1905年當時的滿清政府 就認虎之毛這條約簽訂後三個月 就跟日本簽了叫東三省事宜條約 又簽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 他有不同的稱呼 日本方面稱為叫滿洲善後條約 什麼叫善後 就是打完仗之後 東北要怎麼處理嘛 所以叫善後 那這善後條約基本上就是 他也有12條 然後另外還有復約三條 但基本上就是承認 普茲茂斯條約中 關於日本的權益問題 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他的政約目前正本 據說已經遺失了 所以我們今天看得到 剩下文字塞招的部分 第一款就好了 中國政府將俄國按照日俄合約 第五款及第六款 讓日本國一切概型殞落 講白了說 既然簽了一條合約是 承認兩個列強 在他們談好之後 你要不要認 你只能認 所以對日本來講是有很大的一個收穫 另外就是再補充一下 因為剛那個普茲茂斯條約還有一點 就是把俄國原先在 旅大的租借地讓給日本 在中山準善後市議條約 對沒錯 就是所謂的 日本就把旅大租借地 改稱為關東洲 關東洲已經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是日本的領土 日本把它視作 它的領土的延伸 所以日本等於是獲得了 過去在馬關條約當中 因為俄德化三國乾涉環流 對不對 吐出去的東西 日本這一次把它全部吃回來了 而且還吃了更多 而且最重要一點是 日本也可以放手去經營朝鮮 各位你腦袋裡面 可以想像一件事嗎 整個南滿地區 再加上整個朝鮮半島 還有隔海的日本帝國 基本上就是整個日本 在大東北亞地區的經營 從澳戰爭到這時候為止 經過20年的努力 可以說完成了 版圖一個基本的狀況 那 善後市議條約簽訂之後 日本就開始積極的經營 整個滿洲地區 或者說中國東北地區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就開始發生了 比如說第一個 日本就在1906年 正式成立了一家很重要的公司 叫做南滿鐵道諸事會社 我先講一下 很早之前早在福澤玉籍時代 日本就已經在問一件事 哪裡是日本的印度 什麼意思呢 就是英國也是個島國 然後他的殖民核心在印度 奠定了英國在世界的霸權 那日本的印度在哪裡 日本終於找到他的印度了 就是中國的東北 那這裡是讓日本非常滿意的一個殖民地 於是 在1905年日的戰爭結束之後 日本的 國內的幾個財閥 包括山井 住友等等幾個 日本的財閥 就結合日本的陸軍部 在日本陸軍軍人的強力 支持之下 主要就是兒育元太郎這些人 再加上日本的皇室也有股份 等於是 軍人企業跟日本的皇室 是三方結合 共同成立的一家公司 就叫南滿鐵道 諸事會社 就是日本的東印度公司 簡單講 完全用來負責集合國內的資本跟技術 然後來經營南滿的鐵路 以及其他一切的產業 中國東北尤其南滿地區 是非常好的地區 因為這個地區 有全世界最好的土壤 黑土 這個地區就 對沒錯 那本來俄國人在這邊 就已經修了一些鐵路了 然後他就以俄國的鐵路為基礎 繼續完成他的鐵路 我給各位幾個數據 後來東三省在建省前後 當時滿清政府 主要是唐少儀跟徐世昌 還試圖引入美國的資本 再找一個列強再參一咖 為什麼呢 就是在制衡日俄 變成三角度這樣 就是對整個東北的權力平衡 會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不過日俄反對沒有成功 當時找到的是 美國洛克菲勒集團 這是大公司對不對 世界首富 對沒錯 根據洛克菲勒集團的資料 當時滿清政府反而沒有這個數字 洛克菲勒集團估計 大概1902年到03年左右 當時整個中國東北 1908年的東三省 當時叫奉天吉林黑龍江 總共的人口大概600到800萬 真是地廣人稀 各位你們會想過 光是新北市跟台北市加起來 就700多萬人 整個中國東北 最多不會超過800萬人 基本上到了1911年 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 根據日本南板的資料 當時整個中國東北 已經有1500萬人 各位在日俄戰爭結束之後 除了日本跟俄國 瓜分了東北之外 另外還有很重要一點是 也有大量官內的移民 開始向中國東北湧入 因為滿清政府就在日俄戰爭結束之後 隨之宣布東北解禁 主要是來自山東河北 這兩個省份的人最多 開始大量向中國東北移民 所以中國東北 就在這一些華北的移民 把先進的農耕技術帶入之後 中國東北在往後的30年 成為中國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 因為它本來的條件就很好 再加上日本在南板地區大量的資金 跟技術的投入 就修足鐵路 修足公路 建造港口 另外日本的資本 還開始新建新型的城市 我告訴各位 最早在東北有計畫的建構 現代化城市就是日本 包括我們熟知的長春 大連 呂順 今天都還留下很多日本殖民的痕跡 這我們不可諱言 這是關於它的經濟經營的部分 從此之後 滿洲學就成為日本的險學 但是南板鐵道諸事會社 需要大量懂日文又懂漢文的人 到中國東北去 有一部紀錄片叫台灣人在滿洲 對不對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把它翻來看一看 很多台灣人到滿洲去找機會 就變成一個生氣勃勃的新開發地區 這是第一 然後日本的軍方 當然也會把它的軍事勢力 滲入到中國東北去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東都督府的建立 在大連 因為根據普茲茲條約跟東北善後條約 日本在鐵路沿線有駐軍權 另外鐵路東西兩側 就是它的左右兩側 日本也有保佑土地的擁有權 所以日本的軍隊 基本上就隨著它的鐵路建設 就開始鋪到中國鐵路沿線各地去 這一支部隊就是會稱作所謂的關東軍 對 它的司令部就在大連 這個關東都督府 它本來在1905年在遼陽成立 後來1906年就順勢就遷到了大連的旅順口 就我們今天說的旅順 在這裡這個建築其實本來是俄國人的建築 然後它把它徵用之後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很俄式的建築 這也可以充分展示了 就是東北的這段殖民歷史 就看到很多建築藝就是不同年份的 所以也可以知道說俄國人 真的是認真在經營旅順大連這一塊 但是被日本人整個劫走了 搶走了 打敗仗了沒辦法 就被日本人搶走了 那這個關東都督府 後來跟我們剛講到南滿鐵道諸事會社 基本上就成為 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兩個軍事跟經濟的核心 我們可以這樣講 南滿鐵道諸事會社後來 除了經營鐵路之外 還經營農業 畜牧業 森林業 還修建發電廠 因為它本身還有好幾間的銀行 還發行自己的流通券 就是自己的貨幣 幾乎是個獨立王國 我們可以說日本的殖民模式是學英國 但是清出於藍對不對 它的軍事控制更嚴密 因為還在滿洲開始大量修建 或者說興建學校 推廣日本的文化 簡單講在日本看來整個滿洲就是 它在侵略戰爭中所得到的一塊天地 它要全心全意的用心經營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情況 所以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有日本的產業 日本的鐵路 日本在鐵路沿線駐軍對不對 所以整個東北其實早在20世紀初 尤其在日俄戰爭之後 就已經是日本的勢力範圍 所以我們就不用太奇怪 20多年後會發生918事變 對不對 因為日本的勢力已經深入到中國東北 而且已經駐紮20幾年 日本稱滿洲拓殖運動 在滿洲地區拓殖的日本人 在那裡長期的居住 之下的一個結果 這個我們就不用覺得太奇怪了 我補充一下 這個是昭和14年 就是1939年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滿洲農業移民入職土 當時因為後來整個滿洲都站下來了 在一戰之後 日本獲得俄國的利益 就整個北滿都站下來 你看密密麻麻的 然後鐵路也是密密麻麻的 你就可以知道日本經營之深 所以剛才學長講的我非常同意 就是說918事變的時候 你要怎麼抵抗 很困難 很難 為什麼 因為已經被滲透到骨水了 這個是我們站在今天的時光 會覺得很多的批判 但是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的時候 你不見得會做出你的批判的決定 那另外我再補充一點 剛才學長有提到說 日本就是一個依照英國的殖民模式 日本是有很多的學者 包括他們的官員就是考察了 東印度公司 那東印度公司殖民有一個特點 就是當地的主權 是不是他的不見得那麼重要 更重要的是 他是透過各種方式滲透到當地 而且主要就是透過產業開發 所以南滿鐵道諸事會社 簡單講我們就叫南滿公司好了 他基本就是一個 東印度公司的模式 但是他有一個不同點是 他又參考了法式殖民 法式殖民還會強調什麼 強調教育 然後童話 童話是他一個重點 所以後來為什麼日本要進一步的 把整個滿洲給拿下來 還有這一點 就是他要開始深入他的童話教育 那這也是為什麼在二戰之後 大家知道東北有大量的 在滿洲出身的日本移民 然後得遣送回去日本 然後還有很多當地東北人 會講日本話 對啊 另外跟各位講 滿鐵第一任的總裁 我們大家都知道 厚騰欣平 他把他在台灣的殖民經驗 一部分又帶到中國東北去 這也是很重要 就是日本他在不斷的擴張戰爭當中 獲得殖民地 然後不斷的把他的殖民經驗累積增加 形成一套日本式的殖民經驗 我們可以這樣說 可以說就是以英國為基底 參考了法國的同化型的方式 然後再參著台灣的殖民經驗 所混合成的一個模式 就是日本在關東所遞建的 而且有一個不一樣的是 日本是把關東視為自己的延伸 雖然他始終沒有把關東正式的併入日本 比如說到滿洲國 名義上是獨立國家 日本甚至為了退出的國聯 也是熱戰的其中一個導火索之一 然後東北局勢搞定之後 日本同時也還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開始加速所謂的日朝和邦 對 就是日韓和併 沒錯 就是要韓國的李氏王朝跟他合併 所以日韓合併在1909年 決定1910年就正式完成 所以整個東北亞的日本的帝國的版圖 基本上就在1905年條約全部簽完之後 往後的大概4年多不到5年的時間 就全部完成 所以日本在台灣這個殖民教授 以前是我老師李滿華老師 他就做這個研究 所謂的日本四角貿易 就是日本本土朝鮮半島 然後台灣再加滿洲 這是四角貿易 那這就是日本帝國的重點 日本把滿洲作為他的複製品 他要把滿洲給日本化 然後把朝鮮跟台灣作為殖民地當中的 拿來霍霍的地方 就榨乾的地方 台灣尤為嚴重 所以台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損失的大量 比如說原木 各種的原材料 都是在日本時代是這樣 這是一個日本的一個殖民角度的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在東北的殖民的邏輯 跟在台灣或朝鮮之間 他是有一個差異的 那台灣他沒有成立類似的公司 他就直接總督府進去 朝鮮直接總督府進去 可是在東北他則是又拿滿鐵道注視會上 而一切爛傷就是在普世貿勢條約之後 這樣大家就會貫窜起來了 但學長另外想問的地方是 在這場戰爭中有一個小人物 要來於紙上 他的一生就有如 當時我們說這個東北開發 叫闖關東的崛起 他後來一度成為了中華民國 實質上最高的領導人 可以這麼講 他可以代表了就是當時的中華民國 雖然沒有正式的 以大將軍之資 那是這個人是誰呢 就張作霖是不是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講張作霖之前先講闖關東 中國近代三大人口移動 各位知道嗎 闖關東下南洋跨海峽 沒有開玩笑 真的就是三大人口移動 那闖關東這一次 主要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華北地區的農民 開始向東北地區他規模的移民 所以這個關東指 就是往山海關的東北方向在走 就是進入到今天的東北地區 開始深入移民 所以東北這段時間 從我們剛剛講1905年 甚至於可能還要再早一點 就成為一個冒險家的天堂 其實這種新移民新開發地區 有一段時間就是這樣 龍蛇雜子 道德規範跟法律 也不是那麼樣的見決 其實早期在清朝時代的台灣 其實也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當時東北的狀況 除了很多人開拓自己的田地 變成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之外 有很多人 當時東北話就上山當狐子 什麼是狐子呢 就是當土匪 其中土匪當中最傑出的一位 後來混到最好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張作霖 張作霖主集河北大成人 今天中國大陸的河北大成縣 後來他就是闖關東一個 非常具有代表性 一開始是做各種的貿易 買賣 他買賣過馬匹 買賣過食物 另外也當過各種的學徒 不過大概在甲午戰爭前後 他就開始落草為寇 跟當時東北地區 其他的一些土匪勢力 相互結合 憑著他的狡猾聰明 跟他的敢拼敢幹的這種膽識 在東北地區就成為非常大的 一股勢力 按照朝廷的說法 叫做時順時叛 有的時候朝廷安撫他 他就接受朝廷的征召 又變成官兵對不對 過幾天制服一脫 又開始搶劫 就變成這樣 各位他開始強大起來是什麼時候 這要從根子全亂開始講起 根子全亂的結果 就是我們前面講過 後來俄國人併吞整個中國東北 這點是讓張作霖 還有許多老東北人 一直到今天 都還是憤恨不平的 為什麼 如果俄國人佔頂東北之後 真的是四個字 燒殺強烈 在中國東北做了非常多的壞事 讓當時以張作霖為首 這一票江湖人物 就實在是看不過去 你這樣子禍害東北的百姓 即使像我們這些做土北 做響馬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接受 不過後來不久之後 就發生日俄戰爭對不對 就成了張作霖 崛起的大好機會 張作霖帶著他的部下 就在日俄戰爭期間 將大量俄國人在 遼河以北的軍事情報 提供給了日本 讓日本人在這場戰役當中 獲得了很好的一個接應 而且根據張作霖 還有他揮下一些老東北軍 後來來台灣之後 陸續的回憶 他們也趁著在日俄戰爭的時候 在後方騷擾俄軍 不斷的截斷俄軍的補給線 搶奪俄軍的武器 讓日本人在重天大會戰中 能夠獲勝 他們也是有貢獻 另外就是他們也在這場戰爭當中 得到了大量的槍械武器 可以繼續擴張他們的隊伍 張作霖竟然就在這樣一個 三不管地帶 這樣混亂的年代當中 逐漸的壯大 我們可諱言 他早年願意跟日本合作 在張作霖的觀念裡面 俄國人是混蛋 就是必須要堅決抵抗的 沒有什麼好講 但是日本人是可以跟他合作 老年他的確是這樣子想 今天很多一提到這件事情 都很難想像 我們在這個節目 我們實事求是的說 日本的資金和技術的注入 是整個滿洲 甚至我們可以說 整個中國東北南部 能夠經濟快速成長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為當時中國的滿清政府 沒有能力去經營中國東北 坦白講 雖然說有大量的農民 到了東北地區 但也是一盤散沙 你沒有辦法形成一個有效的力量 日本人也很聰明 早年後騰心平 這些人其實是有頭腦 我可以告訴各位 明治時代的日本政治家 比昭和時代高明大概幾百倍 哈哈哈哈 他們很快就知道 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經營 要有中國人合作 這一點很重要 他也在中國東北 開始進行所謂的同化政策 那一定要跟在地的中國人合作 其實他在台灣也是這樣 也拉攏聽話的士生 顧家 對 顧家就最近 那在中國東北 因為新開發地區 沒有什麼士生 那就拉攏這種 江湖上的這種綠林豪酸 對不對 日本人也刻意的扶植他 所以他在中國東北的力量 就越漲越大 甚至於我們到了辛亥革命前後 他雖然曾經又再度接受 滿清政府的招服 擔任所謂的巡防營管代 其實官員也不大 但表面上就是一個營長級 這樣一個官員 但據說他手下東北巡防營的部隊 壓起來大概已經有幾千人了 而且都擁有現代化的武器 而且對張作霖是非常的服從 他跟他所有的將領都結拜為兄弟 標準的 他這個怎麼有一種 五代十國的時候 李克用的十三太保了 是差不多 收益子接兄弟 對 那時候中國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簡單說 中國移民的開發 日本技術的注入 再加上張作霖集團的崛起 就成為後來整個中國東北的一個 基本政治格局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1928年6月4號 日本把他在往孤屯炸死 因為覺得他沒有利用架子 就是我剛剛講的 昭和這一代的 日本的這些人 真的頭腦不清楚 因為還有一點就是他發現 張作霖試圖跟當時中國北伐的勢力 要達成妥協 這讓日本沒有辦法接受 當然這就後話了 這已經很後面了 起碼在20世紀初為止 張作霖是在日本的扶持之下 他逐漸壯大 這是毫無疑問的 那張作霖也幫忙日本人做了很多事情 日本當時一定程度上 你是以匪治匪 就是我扶持這一隻匪徒 然後去打其他的作亂的土匪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1908年 等到東三省正式成立之後 張作霖跟徐世昌 唐少儀也開始有所交集 他也透過唐少儀認識了袁世凱 不過我可以告訴各位 如果我們把整個歷史脈目的 釐清的話 嚴格講起來 張作霖跟北洋軍閥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完全跟北洋沒有關係 他就是在東北地區 在整個時代的這種風雲際會之下 所崛起的地方軍事勢力 我們可以這樣說 他可以說是最強地頭蛇 中國歷史上地頭蛇能夠做到 他最後打進了中央 雖然他是以大元帥的身份 不過當時如果說 中華民國的正式被承認的政府 當時是北京政府 那北京政府的頭到後來被縫隙控制 其實在那個縫隙控制的時期 已經不能稱作北洋政府了 但傳統上 因為我們把它視作北洋政府的延伸 所以常常很多人會以為張作霖 是所謂的北洋軍系 但是縫隙其實並不是北洋軍系 他雖然一度跟袁世凱是有聯絡的 然後在袁世凱放大的過程當中 他也是支持袁世凱 但是這一點呢 並不能說他就真的就是屬於北洋軍系 因為他事實上跟袁世凱小戰練兵所帶出來 那批北洋軍閥的家底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最主要還是保禁安民 然後跟日本人合作 維持他在東北地區 他就是統治的作為上層人物一個利益 但是又跟日本人合作 那另外呢保禁安民 這三者殺是一個利益的共同結合 所形成的結果就是 因為袁世凱的壯大 那袁世凱不要軍隊到東北就好了 我跟他合作那沒有問題 1918年他擔任東三省徐月使 就整個東三省的最高軍事長官 那當時袁世凱已經死掉了 他跟北洋政府的條件就是 北洋政府其他派系的軍隊不要進入東北 對 就東北只有他的軍隊 當然他背後是日本在支持 北洋政府也只能大意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跟北洋政府之間的那種分界 其實非常親密 是的 所以最後張作霖後來就進軍到北京 那是另外的後話了 那我們今天因為這關系我就不提這個 但是回過頭來倒是講一下 東三省的建立 事實上也讓整個潮局有一個程度的變化 剛有提到說東三省事宜在談判的時候 其實除了徐鴻基之外 還有一個袁世凱也深度參與 雖然掛名的人據說是逸匡 但逸匡好像沒什麼管事 對 其實跟日本的這一次這個談判 東三省三後事宜條約 中國方面主要是三個人在談 掛頭牌的是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逸匡 慶皇 對 逸匡等於是代表滿清皇室去談 但是逸匡沒有什麼談判的能力 雖然他也不算不懂外交 但是真正的談判並不是由他負責 主要是兩個人負責 一個就是當時的外務大臣徐鴻基 徐鴻基我們用一句話講他 傳統的自主武精出身的 最後的清流黨 他力圖保住中國的舊體制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前面不斷提到 這幾年 身世大漲不斷竄起的 實力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 袁世凱之前就有辦過對外交涉了 但是這次是袁世凱第一次 以代表國家的身份來跟列強談了 東三省散後示意條約 這個條約簽訂之後 袁世凱立刻就上書 就在1906他就上書給滿清政府 他認為東三省必須找日見省 否則的話中國東北的主權 可能就保不住 滿清政府後來也就立刻批准了 其實這也是袁世凱的一個用意 因為我們知道 袁世凱的核心勢力是在北洋 對不對 他看到中國東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他等於是趁勢 把他的勢力也往中國東北延伸 我們可以這樣講 所以1908年東三省正式建省 第一任東三省總督就是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 在民國時期還當過總統的徐世昌 徐世昌可以說是 袁世凱的頭號文膽對不對 最重要的 後來在立憲運動當中 異匡擔任總理大臣 他是協理大臣 他也是袁世凱一直以來 所栽培的一個人 徐世昌不是軍人 他是客局考試出他近世級地 但是他後來也有到國外去考察 所以他對西方的狀況比較了解 另外一個 中三省當中比較重要的 就是鳳天省的巡抚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唐少儀 唐少儀就是後來的 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 那唐少儀當時 跟徐世昌經營東北的策略 一方面當然因為 跟日本白紙黑字簽的條約 所以必須承認日本的權利 不過唐少儀跟徐世昌 尤其是唐少儀 也積極地試圖引入 美國財團的勢力 進一步來制衡日本跟俄國 不過在日本跟俄國的 一致反對之下沒有能夠成功 不過我們總之來看 整個中國東北大概在1907年之後 就達到了一個平衡的一個狀態 日本跟俄國都暫時相安無事 然後以英國美國日本為首的 這三者也都在中國東北這裡 暫時得到了一個 他們認為該有的一個安全感 就是他們遏制了俄國 出太平洋這樣的一個企圖 另外還有一點是 當時歐洲列強 包括英國俄國 法國德國等國 也開始重新在歐洲展開更激烈的角度 所以這些列強的眼光又重新回到了歐洲大陸上 也讓東亞這邊得到暫時一個安寧的事件 OK 這個事情非常有意思 因為列強暫時退卻了 但是朝中的政爭隨即而起 甚至出現了所謂的丁位政朝 也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瞿鴻基跟袁世凱之間 有一個很激烈的爭端 但是這個事情我們後話再提 那我們這時候要把眼光拉到了歐洲去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這時候已經完全融入了世界體制 當然它是被迫融入 當時歐洲已經進入一個風起營湧的狀態 大家可以知道各家三頭 怪物頻出 這個是一戰前夕的整個歐洲的形勢圖 當然在19世紀末的時候 這個邊界不完全是這樣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勢力風起雲湧 首先是來歐洲有一個軍事 什麼叫歐洲軍事 也就是沒特孽體系 在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 整個歐洲進入了一個自己不打仗 但國打局部戰爭 但整體來說 避免綁死在一起 今天我家跟你結盟 明天你家跟我結盟 所以就會出現很多很奇怪的詭異現象 比如說他們明明在大陸上在打仗 可能跑到東方來就河濱了 比如說英法聯軍之類的 這樣子的詭異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必須講 這個狀況就劍刺打破 為什麼 因為欣欣的強權以南升級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 這個藍色的部分 誰呢 普魯士出現了 他最後變成德意志帝國 所以像接下來歐洲軍事 也就是梅特內體制的 最後一位信仰人 據我知道 叫做貼鞋宰相比斯麥 當他正式退休 應該說被迫退休之後 歐洲臨得新的一輪的大結盟 這個結盟使得歐洲越來越緊張 那到底又發生什麼事 德國又開始做了什麼事情 導致整個歐洲軍事被破壞 好我們講完 不講話後面很多事情會講不起來 英國史學家福格森 在他所寫的世界大戰當中 他提出的一個觀點 我非常贊成 基本上整個20世紀的前50年 人類文明只有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件大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只有這兩件大事 這兩件大事可以說是 自從自己大發現 到啟蒙運動 到工業革命之後 整個西方文明在全世界 進行掠奪之後的兩次總清算 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 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 對不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 除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 繼續作戰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反帝國主義 新興民族 也開始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 跟統治的戰爭 所以整個20世紀的前50年 世界是非常不平靜的 一切的起源對歐洲來講 就要從比斯曼時代的德國開始講解 因為德國統一之後 造成整個歐洲的局勢 發生很大的改變 1877年到78年的柏林會議 等於是瓜分俄圖曼帝國在 東南歐的領土 這件事情就讓俄國開始逐漸的不滿 為什麼 因為俄國覺得他分道的太早 沒有達到他出東地中海的目標 那在德國的利保之下 奧匈帝國就得到了北巴爾幹 最重要的塞爾維亞 這件事情就讓俄羅斯非常的神氣 我們知道普法戰爭之後 比斯曼的基本國策就是擁抱奧匈帝國 拉攏俄國在海外不跟英國競爭 保持跟英國的清晰戰 全力孤立法國 各位看這張圖就知道 法國的背後被德國用腳踩著 就是把法國狠狠的壓在那邊 所以法國非常苦惱 他在世界找不到朋友 他被德國人壓制了 但是柏林會議之後就讓法國人找到機會了 為什麼 因為俄國人吃虧了 這就非常奇特了各位 絕對專制的俄羅斯帝國 跟同上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 竟然就因此拉攏在一起 其實這就告訴我們一件事 所謂的意識形態也好 所謂國家體制也好 其實都沒有辦法超越國家的實質利益 簡單說 這張圖就很露骨了對不對 北極熊捧著法國的民主女神對不對 雙方就變成同床的情侶對不對 這非常諷刺的 當然這張圖是諷刺 但是我們就整個地緣戰略來講 對俄國和法國來講都是很大的勝利 法國終於突破了德國的孤立政策 然後法俄兩國在1894年 簽訂所謂的法俄協定 法俄協定很重要 因為這代表歐洲開始形成一個 除了德澳之外 在歐洲大陸又新的集團出現了 就是法國跟俄國 好我們知道這個時候 還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在普茲茂斯條約簽訂之後 1907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英國跟俄國也簽訂了 歷史上的英俄條約 簡單說就是在日俄戰爭時期 全力支持日本的英國 在這個時候也跟俄國和解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德國的力量繼續在延伸 歷史24完全沒有 比斯麥的那一種眼光 他並不想維持所謂的歐洲軍事 他就是要擴張德國的力量 比斯麥當時的政策是 絕對不要跟俄國在歐洲大陸上交惡 但是其實這也很難維持 因為俄國跟奧匈帝國在東南歐 有太多的矛盾了 這個也很難繼續維持下去 威林二絲還做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德國的鐵路集團 在19世紀末飆下的土耳其的 鐵路修建工程 本來只是奧圖曼帝國自己內部 尤其是小亞西亞半島 這裡的鐵路的一個修建 但是德國人接手之後 在威林二絲在20世紀初 就開始發展了他的雄圖偉業 所謂的柏林巴格拉 鐵路直達線 各位可以看這張圖就知道 哇這個鐵路非常了不起 從柏林穿越奧匈帝國到塞爾維亞 另外還經過另外一個小國家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最大的敵人就是俄羅斯帝國 所以他也導向德國 然後穿越保加利亞 進入到今天 瑟雷斯跨過達達尼亞海峽 進入到土耳其境內 然後進入到首都伊斯坦堡 然後再到小亞西亞半島的核心城市 安卡拉進入兩河流域 一直要修到巴格達 各位這個鐵路的修建 在1903年之後 德國開始修柏林巴格達鐵路 哪個國家最震撼的 英國 為什麼 因為這有兩個意義 首先第一個 就代表德國未來 他的力量會延伸到波斯灣 延伸到波斯灣就是表示 德國海軍未來就有可能 可以進出印度洋 各位 印度洋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線 到了19世紀之後 英國一切殖民的目的就是 維繫 英國本土跟印度之間的交通 以及他的航線 不能受到任何的威脅 那如果未來德國 真的在美索布達米亞 就今天的伊拉克 取得了港口 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20世紀初 美索布達米亞地區 已經被發現有石油 也就是說德國可以在這邊 獲得能源跟港口 未來德國艦隊 要是一旦進駐到這裡 整個英國在 中東地區的霸權 可能都會瓦解 這絕對不是誇張的 所以英國開始非常的緊張 結果未來德國是這樣做的 結果又把原先 矛盾重重的 英國跟俄國又推到一起了 英國和俄國 我們前面有講過 為了中亞 為了爭奪阿富汗跟伊朗 幾乎要打仗了 我們可以看這張圖 對沒錯 因為英國就是不要俄國 出波斯灣跟印度洋 所以才會過去跟俄國人 在中亞地區的關係 非常不好 就現在德國人插一腳 德國人等於把他的力量 有可能會延伸到 波斯灣伊拉克的港口 就是今天我們知道的 巴斯拉 伊拉克第二大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讓過去的這兩個敵人 因為德國的闖入 兩個敵人開始結合在一起 所以各位 這個1905年 普知茅斯條約簽訂的時候 英國跟俄國 迅速改善關係 1906年 當時英國跟俄國 就開始王室互訪 不過他們王室本來就是親戚 對 因為大臣也開始互訪 就在1907年的8月 就在聖彼得堡簽訂了英俄條約 英俄條約簽訂就代表一件事 什麼事情 歷史上三國協約就打通了 因為俄法有協定對不對 英俄又簽訂了條約 英俄法三國就靠在一起 歐洲另外一個集團我們剛剛前面講 就德國跟奧匈帝國 除此之外另外還有一個 也是新統一的國家 就是義大利 義大利因為他的殖民地 主要是在北非 今天的利比亞 當時叫做西蘭尼加 因為他在北非取得殖民地之後 剛好他被英法兩國包圍在北非裡面 他的旁邊就是埃及 埃及是英國的殖民地對不對 另外旁邊還有法屬北非 就是摩洛哥圖尼西亞跟阿爾及利亞 等於他的發展受限 他想要進一步在非洲擴展 像撒哈拉沙漠都沒位置了 底下的查德瑪利也是法國的對不對 所以他認為北非這樣的一個權力 分配義大利不滿 所以他也靠向德國跟奧匈帝國的陣營 所以歷史上所謂的三國同盟 跟三國協約 兩大集團的對峙就在1907年開始 各位講這邊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個骨牌效應 從日俄戰爭開始之後 整個世界狀況就不一樣了 福格森他認為日俄戰爭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好火線 你也可以說是序幕 我完全同意 無論是從戰略上 國際的地緣政治上 器物的使用上 還有五位級戰艦的出現 都是因為日俄戰爭 所開啟的這一連串的骨牌 所以大概基本上到了1910年之後 歐洲就已經到了 劍拔弩張的狀態了 這個世界大戰只差一個導火線 不過我們這邊可以幫福格森先生 再做點補充 日俄戰爭導火線是1901年 根子事變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說 從20世紀1901年 根子事變開始 按照福格森的說法 到1953年 韓戰 大陸叫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為止 這53年的世界 幾乎是沒有一天是安寧 就是不斷的在戰爭 戰亂 以及各種各式各樣的 中途碰撞當中度過 我可以告訴你 這邊在補充 東歐的極端民族主義 也在這時候發生 俄羅斯開始屠殺猶太人 然後超雄帝國也開始排斥斯拉夫人 走到這一步戰爭就很難繼續避免 還有亞美尼亞大屠殺 對亞美尼亞就是土耳其人殺亞美尼亞人 所以整個世界局勢就已經完全聯動起來 從中國東北 這個中日俄英四國 到整個歐洲 我們剛剛講兩大集團之間的對峙 我們知道這個脈絡之後 我們對後來整個歷史的發展 不只是中國歷史 甚至於整個歐洲歷史發展就非常清楚 OK 我做幾個補充 這整個所謂三國同盟跟三國協約的形成 它形成一種恐怖平衡 那接下來就是競爭的開始 競爭到當有一方覺得 我不要單純是競爭 我要跟你叫板 叫板再升級就打仗 所以一戰是個意外爆發的戰爭 所以在陳述這個觀念 但這個意外是不意外的意外 就是說這樣子競爭下去 遲早 慈念很久了 對 遲早要打起來 但是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打 只是沒有人想到說 奧匈帝國的王儲斐迪奈大公夫婦 去了一趟邊防去巡視一下就被打死了 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打死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但這裡有個意外的結果是什麼呢 三國同盟三國協約 大家有沒有發現 那跟東亞有什麼關係 因為呢 因日同盟 所以日俄就間接和解了 沒錯 當然日俄並沒有直接簽訂條約 因為日俄的衝突還是太明顯 只是俄國 第一個在日俄戰爭當中 他的東亞的力量受到很大的衝擊 也就是說他在太平洋的精略的能量是不足的 而且第二個 三國同盟跟三國協約日益的緊張的軍備競賽 使得俄國必須更加重視他的 歐洲本部的經營跟備法 所以在這幾點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俄國本身自己內部的問題重重 比如說我們剛才看到那個鳳翅漫畫裡面 為什麼俄國是一個很醜的人 這個人就是拉斯普丁嘛 叫拉斯普丁 就是俄國尼古拉二世最後撒謊 所以俄國這時候問題也很多 所以這個意外造成的東亞地區 意外的一個短暫和平 那也讓中國的問題 就是外患問題稍微減輕 所以內部問題又起 其實你可以看到中國晚年就是這樣 不斷的內外交疊 內外交疊 內部又開始鬥爭 那鬥爭當然除了宮廷鬥爭 我們剛才講到丁衛政朝之外 另外就是出現鬥爭 立憲派 狂族派 還有革命派 所以接下來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邊要跟大家提醒 那另外給大家幾個補充 我們這幾個鳳翅漫畫 都非常經典 一定要讓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是這個獅子熊跟一隻貓 這什麼意思呢 獅子就是指英國 熊獅 熊當然就北極熊 就是指俄羅斯 那鴨人那隻貓是誰呢 波斯貓 就今天伊朗 就波斯 那當時的象徵他們 談好了來瓜分第一 另外呢 另外一幅漫畫呢 是針對三國同盟的漫畫 這是1907年的時候呢 站在中間那個手舞足道的人呢 就是德皇威廉二世 譬如說這個漫畫對他還是不錯的 把兩隻手畫的一樣 在德皇威廉二世左側呢 就是我們看的左側他的右側 那個老人呢 就是法蘭茲約瑟夫一世 這個是奧匈帝國 在位最久的一個皇帝之一 非常非常久 都熬死了他兒子 然後他兒子來自殺 他有很多不幸啊 不過他的侄子也好幾個 對他的侄子也被熬死 他弟弟也被熬死 所以為什麼斐迪南大公夫婦 其實不是他兒子 是他侄子 侄子 對最後紀錄還是他侄子 就是很有意思 另外左邊那個站著小小的 那個是義大利國王 維多伊曼尼爾來三世 他為什麼在那邊偷偷切切私人 因為義大利始終是一個 不忠誠的同盟 所以這一個漫畫的下面有一個註解 寫著非常的諷刺 叫做 We are a happy family We are 我們是快樂的家人 我們是啊 但是義大利大家也知道 一戰一打他就叛盟了嘛 其實你可以了解當時的人 其實大家看得很遠 這是幾個諷刺漫畫給大家補充 可以看到這個世界異語的小弟 這也證明為什麼三國協約 跟三國同盟 其實本身實力的落差 德國雖然是歐陸最強國 但是他的盟友不行啊 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最後一個點就是說 我們做個總結 就是說其實在這個時期 我們想了很多 到底要怎麼來討論 1907年之後的中國 其實是很困難的 一度我跟學長也想說 我們來討論革命黨 但問題就是說 怎麼解釋中國在19056的戰爭之後 基本上得到了大概 78年的一個緩和的空間 為什麼一直到1911年 有這樣一個緩和的空間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世界列強把重心通通押亡了 歐洲準備要來大決戰 所以這樣子才有辦法去解釋說 這一段時間 到底整個中國又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為什麼這個戰後之後 大家有沒有發現就一跳 就要跳到一戰了 才有所謂中國在國際局勢上 需要做出重大的決戰 而且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也減少了 就是說直接性的這種戰爭啊 攻擊啊 暫時消失了 所以我很同意學長講的那一句話 金醜合約或是說八國聯軍之一啊 事實上就是整個的起點 為什麼 其實中國就是當時世界上 最肥的那塊肉 是 沒錯 那這塊肉呢 在金醜合約當中呢 利益分章不均 而造成連鎖相約 而死的後面呢 一塊骨牌接著一塊骨牌 棒棒棒棒棒棒 最後積累出兩次世界大戰 所以中國始終跟世界是離不開了 各位 即便中國最衰弱的時候 他依然是世界的核心啊 只是是被欺負的核心 但當中國強盛的時候 他也是世界的核心啊 我想我們再一路看過來 我有這樣的感想啊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這樣一個互來座談啊 我們的司主市民系列呢 就聊到這裡啦 最後還是要請大家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留下自己的看法跟想法 我們都會適當的做一些回應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超級留言 超級感謝 或者透過濾界 PayPal 微信 更重要的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可以讓我們做得更好 我們有更多的糧草 那也可以透過郵局來贊助我們 讓我們可以繼續做下去 那我們今天謝謝王立本學長 好 謝謝學弟 還有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就期待 下一期再相見囉 拜拜 嗯 拜拜